她叫米凯拉 从艾伯特考上的医科大学毕业后 就跟着当医生的父亲并肩工作了七年 直到父亲双眼一闭诊所也就倒闭了 不是她的医术不行 而是当事人们认为女人只会生孩子 根本不可能找她治病 学了十几年的医术 竟然毫无用武之地 换做谁也不甘心 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小镇在招医生 把简历投了过去 不料得到了这份工作 母亲却说放着好好的大小姐不做 去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当医生 一级都撑不过就被人弄死了 她完全不顾母亲的阻拦 一定要改变人们愚蠢的传统观念 去了西部的穷乡僻壤 遍地明明无处下角的科罗小镇 一身华丽的衣着显得格格不入 小姐姐以为她来抢生意的 纷纷投来仇视的目光 她急忙找到牧师应聘工作 没想到牧师一脸不屑地说 招的是一名男医生 名字叫迈克奎恩 他说没搞错是你眼花了 没看清迈克后面还有一对 牧师看来是扯不清了 想要借其他人之口赶走她 不料半路她就摔了个狗吃屎 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牧师赶紧扶她起来 她的双手和裙子沾满了泥巴 刚好被站在中间的男主尽收眼底 也就记住了她 牧师带她来到旅馆 如果老板娘能接纳女客人再说吧 没想到她握了老板娘一手泥 如此的接地气 老板娘竟然接纳了她 并介绍自己的三个孩子给她认识 完全把她当成了好闺蜜 带她去商店张贴租房子 开设诊所的通知 可商店老板一脸不爽都说不准 闺蜜帮着说好话也毫无作用 这时男主和酋长走了进来 老板立刻指着告示的牌匾 面对不公平的对待 她直接取下牌匾 气得老板当场骂娘 少校夺过牌匾又挂了上去 男主受不了一斧子飞过去 吓得军官连忙拔枪 男主养的狗立马对她呲牙咧嘴 他不敢开枪破坏条约 更怕被狗咬 所以很不服气收起枪 留着这笔账在后面算 男主过去取回斧子 他顺势把告示也贴上去 两人眼神近距离的碰撞 眼看着就要擦出火花 闺蜜赶紧拉着他溜了 来到铁匠铺为他挑选一匹豪马 没有经验磨蹭半天也骑不上去 铁匠老黑都看不下去了 这时男主毫不客气占了的大便宜 他正想要骂娘 男主却拿着他的告示 得知男人名叫苏丽 是个印第安人的翻译 跟着他来到一处荒山野里 要把这栋破烂不堪的豪宅租给他 白人没人愿意租房子给他 他别无选择 一下马又摔了个四脚朝天 没办法见到大帅哥根本把持不住 赶紧整理裙子免得尴尬 苏丽说 连千个马都费了好大劲 看来这个房东还真不好当 但念在他维护印第安人的份上 还是以月租一美元的价格租给了他 迫不及待从包里掏出医生的招牌 问他感觉如何 苏丽说啥也不是 扭头就走 处处碰壁 她的心直接凉了一大半 闺蜜带着三个孩子 拉着满满一车干货帮助她收拾房子 这位大小姐家里有佣人 从没干过家务活 所以从最基本的洒水扫地交起 怎样养鸡 做饭等等 她在箱子里翻到了苏丽的结婚照 还有婴儿的鞋子 竟然是个已婚人士 感觉自己就像个入侵者 第二天去做礼拜 想认识一些邻里街坊 然而长矛大喊有人中枪了 身为医生救死扶伤是她的使命 提上包冲了过去 没想到人们直接把她当成了空气 把伤者抬进了理发店 这是人们唯一相信能治病的地方 可是一个剃头匠又怎么会懂医术 想到这立即追上去 旁边的妇人突然心脏病发 赶紧拿出听诊器了解病情 妇人的丈夫看见了立马阻止 说什么也不相信女医生 扶着妻子走了 这时理发店传出惨叫声 看来中枪的患者 已经快要被理发师弄死了 身为医生却毫无用武之地 她又气又恨 直接回家眼不见为惊 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除了闺蜜 没有人把她当做医生 搞得她都像卷铺盖走人了 突然闺蜜的大儿子马修找上门 说妈妈遇到了麻烦 原来小镇里的一位孕妇难产 正需要她大展拳脚的时候 检查过后拿出刀子进行消毒 让闺蜜用水把艾美丽弄晕 进行了破腹手术 一会功夫婴儿取出来了 正做着缝合手术 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婴儿没有哭 她让闺蜜扇婴儿挤巴掌 闺蜜心软不敢下手 她说不要怕给我扇 闺蜜这才动手 没想到还真的管用 婴儿被打哭了 要是没有她在 母子的命恐怕是保不住了 她把健康的宝宝送到母亲的怀抱 艾美丽很感激 在这个小镇第一次得到人们的认可 她的眼泪再也绷不住 经历这一件事 本以为小镇的人会相信她 可是喝完了孩子的满月酒 都没有人来找她看病 所以她要主动出击 要想别人信任她 首先要收拾理发师 假装牙疼来找她看病 大家纷纷过来围观 看理发师今天要弄死 哪一个倒霉的家伙 理发师也不跟她客气 检查完说要拔掉一颗牙齿 当场把她吓懵了 不过看到围满了人豁出去了 尽管知道牙齿没有问题 也同意拔掉她 大家看着理发师卖力的样子 表情都是这样的 疼不疼全都写在了脸上 可没想到拔完了 理发师竟然拿着 完好无损的牙齿给大家检查 因为村民压根就看不懂 不过她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正是她想要的结果 趁机给理发师塞了一瓶药膏 消除她手上的感染 理发师心有惭愧 当然不会拒绝 她以为理发师带头用了她的药 以后就会有人来找她看病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 仍然没有病人 不过理发师来归还药膏 夸她的药膏挺管用的 而且告诉她老黑有腰痛的情况 希望她能治好第二个病人 她提着包又来到了铁匠铺 套出了老黑有腰痛的毛病 想要给她检查 可老黑很生气不接受女医生 她恼火了甩下一句 老黑良心发现这才叫住她 同意给她检查 拿到了一些药粉 只能起到消炎去肿的作用 却无法根除 看来只有等新医生来了再治 她很纳闷询问才知 原来牧师登了广告招难医生 飞马过来质问牧师在搞什么飞机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男孩跑过来说妈妈被响尾蛇给咬了 当她感到闺蜜的时候 已经毒性发作肿成了猪体 临终前唯一的请求是 让她收养自己的三个孩子 即使没有带孩子的经验 她也含泪答应了闺蜜 小镇上难得的大好人 就这样化作一堆黄土 却留下一堆债务 房子被查封孩子无家可归 只能过来投奔她 可是小儿子布莱恩 无法接受这位新妈妈跑了出去 哥哥追上去把她逮住 她又紧紧地抱住新妈妈偷偷哭泣 本以为没事了 可是第二天 她在商店不小心摔烂了一个糖果罐 商店老板可不是奥利森 骂她是个笨手笨脚的废物 索要两美元的赔偿 妻子也不是哈利特 说赔偿一美元已经足够了 老板这才改口 但还要清理完地板才能走 所以她让布莱恩收拾这烂摊子 不料男孩不服气地说 她无言以对 然后看到布莱恩去拿扫帚 也就以为没什么事了 瞒着老板悄悄给老板娘塞了一小包药粉 如果心脏病发就喝一点 关键时刻能保密 还要注意不要那么劳累 然后去邮局寄信购买药粉 却发现霍拉斯听力有问题 检查过后 从她耳朵掏出了一顿耳食 听力也就恢复了 又获得一个男人的信任 回来的时候 却被一个小姐姐叫去看病 她毫无顾忌走进酒吧 长毛说这里不欢迎女士 她说自己是医生 什么场面没见过 米拉有些含蓄病情难以描述 她也就明白了 检查完需要多休息 而且一个月不能开工 米拉立马慌了 长毛不费了她才怪 她说长毛交给我 来到前台以医生的身份 要求长毛给米拉放一个月假 长毛当然不愿意 旁边的一群男人跟着起哄 要不你来顶替她的位置 她说你们这帮废柴想死的话 就去找米拉共赌粮消 长毛不幸直接叫她滚 而这群流氓却不想放过她 刚想动手动脚 苏力就冲进来 抓住流氓甩出了门口 同伙立刻飞过来围攻 她随手又甩掉一个 却被男人狠狠地干了一拳 蓝腰倒在了吧台 她用双脚锁住男人进行还击 渐渐地占据了上风 一脚踢的男人找不着盒饭 可是外面的男人走进来 直接就是上喷子 她抄起斧子飞过去 打掉了男人手上的枪 趁机拖上女医生 一步三回头 生怕他们追出来放冷枪 女医生跳上马车伸手言谢 短暂地触碰 却给苏力带来无尽的麻烦 有惊无险又过了一天 醒来才发现布莱恩不见了 她心急如焚骑上马出去找 这一幕让两兄妹很感动 心里面有些认可了这个麻 她漫山遍野地找 喊破了喉咙也没有任何回应 一路寻找到了印第安人的地盘 以为她是白人派来的间谍 连人带马被押回大本营 不过有苏力这位保护神在 当然不会有事 得知她在找失踪的儿子 跟酋长汇报了情况 酋长说别担心 明天一早发动所有人帮忙找 听到这她很感激 学着他们语言说了句感谢 这一晚在苏力的呵护下 两个人睡在了帐篷 第二天马修把情况告知牧师 于是小镇也组织了人员一起找 却看到印第安人有大规模行动 马修和牧师说 这可能是一场狩猎活动 可偏执的商店老板不认同 让村民回去通知上校 拉大部队过来灭了他们 医生和苏力找了很久都没有线索 不料狗狗发现了布莱恩的衣物 闻着味道一路找到悬崖边上 却看到了躺在谷底的布莱恩 苏力赶紧下去将她背上来 好在只是腿被摔骨折了 用树枝进行固定 不久就能康复了 没想到刚和酋长会合 白人的军队就把他们团团为主 看来要被一锅端了 医生赶紧冲出来阻拦 说这都是一场误会 上校说妨碍军务要崩了他 医生赶紧解释 他们只是在帮忙寻找布莱恩 并不是想要开战 再说了你看他们的装备想要开战吗 上校找不到理由反驳这才明经收兵 但这并不能动摇 他们要将印第安人赶尽杀绝的信念 时间飞逝 布莱恩的腿已经康复 他们再次来到商店 然而老板娘心脏病发 给他的药粉早已用光了 他赶紧跑去邮局 查看之前购买的药到了没有 结果还没有到 当他再次折返回来 老板娘已经拧恨黄泉 明明可以拯救的生命 却因交通不变而无能为力 他的心里比谁都要痛苦 然而深夜苏力敲响了门 原来上校伏计了村庄 几乎屠杀了所有人 还把村庄给烧了 连酋长也中了枪 忙活了一个晚上 总算挽回了酋长的命 可天刚亮士兵就过来搜查 他将带有血迹的物品全烧了 可是他们查完了房子 还要查骨仓 好在苏力比较激烈 让人带着酋长从后门溜了 而且用精准的斧子 飞断了绳索 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地开了门 不给医生留下任何麻烦 之后苏力就向人间蒸发了 直到圣诞节那天 因为下着大雪 原定的节目都取消了 一家人都是闷闷不乐 本以为会是个苦逼的圣诞节 没想到顶着风雪而来的苏力出现了 送给布莱恩一只小奶狗 这是他一直想要的宠物 自然很感激 对苏力的好感也瞬间拉满 接下来送给柯林一把骨头做的梳子 女孩子妈就喜欢这些东西 然后送给马修一把小刀 马修也很喜欢 接下来就是压轴好货 特意为他做的又大又漂亮的招牌 代表着大家已经接受了这位女医生 这几个月来的心酸 看来只有苏力能懂 想到这她的眼泪再也绷不住 主动邀请苏力留下来 就像一家人一样 过了一次完美的圣诞节 却不知更大的苦难还在等着他们 就在不久前 小镇外出掏金的人们回来了 金子没搞到 却把流感带了回来 身为医生他立刻检查 可在当时女人健如泥 人们根本不相信女人能当医生 只相信三脚猫功夫的理发师 所以把她推到一边 而理发师根本不懂 这是一种致死率极高的传染病 她空有一身本理 却又无处发挥 换做是你受得了之委屈吗 这天做完礼拜出来 艾美丽的宝宝哭个不停 她想要给宝宝做个全面检查 可艾美丽不敢 怕被丈夫骂个狗血淋头 直到宝宝病情到了水深火热 这才来找她 女人抱起婴儿 将一大瓶水倒在盆里 接着用一个小杯打水 直接浇在了宝宝的额头上 理发师说她疯了 想要害死宝宝 她说宝宝发着高烧 在一百多年前 这是退烧最好的办法 连忙问旁边孩子的母亲 她的丈夫是否也在发烧 艾美丽说是的 她惶恐不安 看来要出大问题了 把宝宝交给艾美丽 让她继续给宝宝浇水 立刻跑到女人家里 果然不出所料 男人得了流感 已经领了盒饭 可理发师依然不相信 无奈她只能先回家 通知三个收养的孩子 小镇的疫情已经爆发 没事千万不要去镇上 可孩子们担心会失去这个新妈 她路过铁匠铺 老黑的生意火到爆 正在为死人做包厢忙的不可开交 这时从掏金地回来的格雷斯 以为大难临头 特意为自己定制一款豪华包厢 可老黑一眼相中了她 把定金退了回去 格雷斯非常不解 老黑说 医生来到理发店 无外为妈妈等死的病人 决心找理发师谈谈 却看到她正在给病人放血 问这个傻叉在大妈 理发师理智气壮地说解毒 她无力反驳 转头去看艾美丽 此时艾美丽也得了流感 为了生活 她仍然拖着摇摇欲坠的身体在上班 旁边退烧的宝宝一切安好 但老板娘却不肯放过艾美丽 她以专业的医疗知识 怼得老板娘无话可说 把艾美丽拉回家休息 并提醒这个刚从外地 掏金回来的老板娘多长个心眼 她来找牧师商量一个应对方案 可大家都在抢着物资 压根不当一回事 她扭头走了出来 不管一切后果 来到闺蜜被查封的旅馆 要把这里改成医院 牧师和理发师站在一旁等着看笑话 她使尽了所有力气也掰不开板子 这时苏丽出现 把围观的人们推到一边 上前一用力就把板子给掰开了 也就有了地方搭建临时医院 她再次声明 可没想到刚搭好临时医院 小儿子布莱恩却得了流感 赶紧让马修送上去 让女儿留下来 待会跟着马修一起回家 但柯林说 就这样一家人全心投入到医院 照顾着邻里街坊 就算是死一家人也要在一起 可唯一的一瓶救命药粉 却快要见底了 只能按量给大家分配 有些体弱的村民 陆陆续续领了盒饭 由于疫情酒吧关闭了 米拉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过来帮忙 柔情似水地照顾着邮局的霍拉斯 从没近距离感受过女人的关怀 霍拉斯的心都要融化了 而米拉的老板长毛 却来商店闹事 苏黎一辅子警告他 疫情期间所有商铺必须关门 这笔账长毛也就记在了心里 而理发师杰克也中招了 他掀开衣袖看到了放过血的伤口 明知道杰克走投无路 才过来找他求救 他二话没说 把最后的一点药粉 冲水给他喝了下去 拖着摇摇欲坠的身体 仔细给他擦拭汗水 这一幕都被女儿禁收眼底 因为他知道妈妈也得了流感 他为之前的行为真诚地给妈妈道歉 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了别人 总算等到布莱恩恢复了过来 抱着儿子老泪纵横 可出来门口再也坚持不住 倒在了苏黎手上 救命的药已经用光了 眼看着只能等死 克林无法接受很伤心冲了出去 苏黎当然不会见死不救 回去部落请药师过来给他治病 而马修扛下了使命 让苏黎留下来照顾妈妈 带着一件信物去了部落找药师 医生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知道自己快要大难将至 也想学着闺蜜临终脱孤 女人却说不要放弃 一定会好起来的 布莱恩论苏利 如果妈妈死了往后该怎么办 马修找到了药师 一路躲躲藏藏避开士兵 总算安然无恙到达 带上医生撤出小镇 找了一块安全的地方 用他们的方法弄到了一堆药灰 冲水喝下去就会没事了 而马修来到邮局 给医生的母亲发了一封病危的电报 他们带着药灰回来分给大家 杰克虽然讨厌印第安人 但为了保命一口闷了 这时新官上任的上校 沿着踪迹过来搜查印第安人 女人说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不信你问杰克 良心发现的杰克却没有吭声 女人接着说这里都是流感病人 欢迎进来搜查 怕染上流感的上校只好带兵撤了 药师和苏黎这才逃过一劫 苏黎一直守在医生的身旁 直到他挺了过来 小姐姐担心自己嫁不出去 提着一篮面包送给老黑 渴望这只大猪蹄 向他发起猛烈的进攻 可没想到老黑除了感谢 屁都没放一个 如此不解风情 气得他眼睛一瞪 扭头一句再见 就真的再见了 目睹全程的苏黎 觉得老黑烂泥浮不上墙 他却说天鹅肉是用来看的 这句话有些道理 苏黎也不好说什么 但二哈布这样认为 没想到下一秒 老黑就被火焚身 不会原地打转 而是鬼哭狼嚎 苏黎赶紧用毯子扑灭了火 救了他一命 但有大面积烧伤 送去诊所紧急处理伤口 然而一个老头突然找上门 说医生非法占用场所 请立即收拾东西滚蛋 好不容易建成的医院 眼看着就要前功尽弃 他当然不服气 租也好买也罢 他要订了这栋房子 老头问他结婚了没有 想要抵押贷款女人做不了主 叫他的丈夫来谈 所以没结婚的他很是无奈 只能先把老黑转移回家中照顾 撕开衣服发现身上有无数道鞭痕 显然是老黑当奴隶时留下来的 看完两人心头一阵酸楚 如今老黑又被烧伤 衣服和肉连在一起 不能进行麻醉 老黑只能咬牙忍着疼痛完成了包杂 除了震上来的一个老头 还有医生的妈也来了 悬着的心裁放下来 但无缘无故却多了三个外孙 实在是高兴不起来 住的又是破旧的老房子 连个洗澡的地方都没有 难以想象一位没吃过苦的千金小姐 怎么忍受得了这样的生活 而孩子们千方百计讨好这位老奶奶 渴望能得到她的认可 但总是被破一脸冷水 对待老黑也是不闻不问 提着一壶水和肥皂 打算好好洗个澡 毕竟坐了一个月的火车 没想到却看到了苏丽 赶紧回来问女儿 怎么有个野人在这里 女儿说她是房东 也是老黑的朋友 但野人可不会敲门 苏丽一进门就给她道歉 可她一声不吭 直接把窗帘拉上 看来不受欢迎苏丽只好离开 不久格雷斯过来了 原来是为了老黑而来 没想到老黑直接叫她滚 她就耐了闷了 女追男怎么就那么难 而克林在哭着挤牛奶 奶奶看到了问她怎么回事 她说自己快要死了 没想到她冰冷的外表下 竟然藏着一颗炙热的心 告诉女儿克林已经长大了 不能忽略了她 赶紧进去找她谈谈 没有为女儿做好准备 她真诚地给她道歉 女儿说没关系 奶奶已经解释了一切 不久长矛飞马过来 说自己被人砍了缝一下 要多少钱 长矛也有惊天 这下总算栽在了她的手里 把老黑摆在家中总有诸多不便 她再次去镇里找老头协商 而老黑也就托付给老妈照顾 这一次她没有拒绝 把老黑照顾得妥妥当当 还有时间出来逛菜园 感受一下乡村的美好 苏丽说这是她妻子的成果 她问为什么还要搬家 苏丽说妻子难查而死 她问孩子呢 苏丽说跟着母亲去了 听完她不知道怎样安慰 只感谢她让女儿住在了这里 医生带着所有的积蓄一千美元 来作为房子的首付 剩下的五百美元分期付款 可老头说绝不会给单身女性放贷 没有足够的钱一切免谈 没办法又谈崩了 而霍拉斯终于凑足了五美元 支付给了长矛 只为见米拉一面 米拉以为她跟别的男人一样 赶紧卸下装备 霍拉斯立马阻止 说自己只是过来聊天 米拉很感动 爱情就是这么奇怪 说也说不清楚 而格雷斯也没有放弃 看到老黑做着噩梦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让妻儿赶紧躲起来 足以见得老黑的悲惨遭遇 她用温柔的手安抚着她 这一次再怎么赶她走 她再也不会离开 老黑也就不装了 留下了感动的眼泪 格雷斯终于收获爱情 哭了一天一夜 医生让她去房间休息 她来顶班 而母亲看到疲惫不堪的女儿 也叫她进去睡觉 她来看着老黑 而布莱恩直接坐在她的腿上 让她讲一个故事 所以她讲了女儿的故事 直到来到了科罗小镇 布莱恩接着把发生在小镇的故事讲完了 她终于理解了三个孩子和女儿之间的感情 他们谁也离不开谁 老黑康复之后 马修借来一个浴缸 一个多月来她总算洗了一次澡 离别前把自己的祖传迎梳子和镜子送给了柯林 柯林很感动紧紧地抱住她 还把一个信封交给了女儿 里面有着厚厚的一点码 男人出门溜个马 就在路边捡了个貌美如花的女朋友 可她并不知道兔子头上一把刀 女人一顿狼吞虎咽之后 就捂住嘴巴 匆匆跑到一边呕吐 男人的母亲立刻追上去 又是递水又是问候 因为她是一名医生 一看就知道这不是韵土 而是饿过头了 吃什么东西都会吐得一干二净 马修搞懂了 心里更是怜香惜玉 拉着满满一大筐蔬菜 送给女人一家七口 得知他们的父母不久前过世了 大哥又找不到工作 一家人饿得前胸贴后背 所以邀请大哥一起 给小镇的老板娘奥利福建农场围栏 但这位大哥一看到牛就流口水 忍不住说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给弟弟妹妹吃上一顿肉 马修当场提议把牛给宰了 有什么事比救命更重要呢 却不知闯下了大火 老板娘奥利福巡查完农场 拉回了半边牛 切口如此的整齐 不像是被狼吃的 哥哥说肯定是住在郊外的难民干的 心事动众带着一帮人 直接冲进帐篷搜查 不出所料找出了一扇牛骨 有了物证扬言要吊死偷牛贼 大哥立马慌了挣脱束缚跑了 长毛和杰克赶紧去追 医生劝奥利福放过约翰 他说做不到 医生只好跟了过去 他们追得发火了 直接一喷子击中了约翰的肩膀 他顾不上疼痛爬起来 朝着教堂一路狂奔 牧师看到了赶紧把他扶进教堂 顺手把门给关了 出来拦住长毛和杰克 说他只是个孩子何必呢 奥利福问他到底站在哪一边 牧师站到高处说 小镇也就分成了两拨人 长毛不服气地说等着瞧 就把米拉给拖走了 医生给约翰处理完伤口 觉得这个小镇需要一名警长维护秩序 同时也需要法律体系 不能任凭村民胡作非为 因一点小事没经审判 想吊死谁就吊死谁 他一边发电报请法官过来 一边登广告招一名警长 马修心有惭愧来看约翰 要把所有的错览在自己身上 可大哥不同意 这样一来就没人照顾弟弟妹妹了 靠他这个外地人 在这里根本找不到工作 经过一轮枪法的筛选 找了一名神枪手来当小镇的警长 工资当然由这一帮理事会的人来出 晚上闷闷不乐的马修 刚想把真相告诉母亲 就在这时愤恨男平的村民 责怪医生在帮助外地人 又是砸窗户又是投燃烧品 眼看着房子就要烧起来了 马修迅速抄起喷子 不顾母亲的阻拦朝窗外开了一枪 吓得村民屁滚尿流 马修说偷牛是自己的主意 帮着约翰宰牛背回来 他跟约翰一样有罪 母亲责怪他怎能这么做 母亲搞懂了整件事 让儿子别担心他来处理 但以后要认真工作赚钱 他拿双倍的牛钱赔给奥利福 希望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可奥利福不接受 因为牛不是他偷的 没必要由他来赔 这里的法律就是要吊死约翰 医生说这是哪门子的法律 这根本就是在谋杀 就这样约翰被压上刑场 挂上了圈圈 无需审判杰克当众判他死罪 一声令下 苏利一斧子飞断了绳索 警长也鸣枪警示 说明天法官到了 一切等审判完再说 可是第二天法官有事没来 只好由警长来代替审判 他不能光听杰克和长毛的一面之词 应该给约翰一个机会 看他怎么解释 约翰说本想找份工作养活家人 但小镇的人都不接纳他这个瑞典人 弟弟妹妹都快饿死了 走投无路才选择偷牛 诚恳地给奥利福道了欠 希望他能原谅 可长毛还是要把他吊死 马修按捺不住了 把合伙偷牛的事报了出来 要吊死的话 那就两个人一起死 医生也站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 老头的加油站长了一个肿块 理发师说这是善气 用产后束缚带绑几天就好了 可他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搬出一大堆财产文件写一种 无意间翻到一张地契 立马跑到女儿的坟前 告诉女婿两个好消息 第一未经允许娶了她的女儿 欠她彩礼钱十万九千八 第二在她的土地上建房子 要支付一笔宅基地使用费 苏丽说这块土地 丈母娘不是送给妻子了吗 她说地契上没有写女儿的名字 在法律上这块土地仍然是她的 妹妹说你们两个什么时候 才能停止战斗 听完苏丽扭头就走 不想跟她再吵下去 为了活下去 老头硬着头皮来找女医生 却不好意思给她看加油站 只是简单口述病情 女医生了解到大致病情 手口并用描述需要手术 吓得老头赶紧溜了 说什么也不肯动手术 苏丽也劝她听医生的 她说苏丽不安好心 叫她去送丝好早日继承财产 苏丽被气得说不出话 跑来商店跟她当面对质 看过地契还真没有写妻子的名字 不服气地说之前丈母娘把那块土地 当结婚礼物送给了妻子 老头说我不知道 没钱的话尽快给我搬走 苏丽却跟她死磕到底 她来酒吧卖醉麻痹身心痛苦 却毫无作用 病痛让她苦不堪言 苏丽看到她这副样子又心软了 捡起酒瓶地给她 她将酒瓶甩在地上 恨苏丽夺走了宝贝女儿 如果没有她 女儿和孙女就不会死 苏丽说这是一场意外 她站起来直接给了苏丽一拳 还想继续出气 苏丽只能躲避 始终没有进行还击 抱着她冷静冷静 可老头气急攻心倒在了地上 彻底晕厥 医生说不能再拖了 要马上进行手术 取得了奥利福的同意 抬进诊所做术前准备 杰克认为女医生不可靠 想唤醒老头开溜 长毛也不相信女医生 认为这场手术注定失败 跟村民们进行打赌 只有几个人支持女医生 在女儿和苏丽的配合下 手术进行得相当顺利 可一旁观看的杰克 直接晕倒在地 亏她还是小镇上 人们相信能治病的骗子 经过漫长的两个小时 手术完美告捷 买了女医生赢的人们欢呼一片 长毛说别高兴太早了 等老头康复了再说 母女配合完成了第一次手术 紧紧地抱在一起 而杰克一觉醒来 手术已经做完了 奥利福很感激女医生 拯救了唯一的亲人 虽然哥哥平时老是反对她 但到了生死关头 还真怕再也见不到哥哥 但老头刚醒来 一看到苏丽就气得不行 伤口又流了大量的血 需要一个人给她输血 奥利福说我来 但医生说男人给男人输血 这样活着的机会更大 显然医生是故意的 苏丽想了一下 同意给她输血 老头听完看 苏丽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就这样两个逗了几年的冤家 第一次近距离地躺在一块 但还是吵了起来 医生说不想死的话就别吵 两人全都闭嘴了 只是老头又偷瞄了苏丽一眼 像是放下了心中的怨恨 输完血苏丽觉得 不能再跟老头争了 所以让医生搬回诊所住 把土地还给老头 但诊所是孩子们长大的地方 也是亲妈过世的地方 都不想回去触景伤情 可是房东让班的也没有办法 老头醒来看到苏丽在旁边 这一次她没有发火 而是心平气和地聊起女儿的事情 苏丽起身想走 老头让她听完 说自己太骄傲了 当初没有支持女儿的婚姻 苏丽说妻子明白得很 因为父亲爱她才这么做 所以她从没停止过爱你 听完老头让苏丽收好信封 现在不要看 以后再打开她 医生这边东西收拾得差不多了 苏丽匆匆赶来告诉他们 这块土地现在是她的了 也就是说不用搬了 不用住在伤心的地方 孩子们都很高兴 而医生惊得很 问苏丽箱子的物品怎么处理 苏丽拿出妻子的照片 摸了一下戒指 就把他们放回箱子 说老头恢复得不错 扭头就走 为了开办一所学校 这帮开疆拓土的人 有钱的捐钱 有物资的捐物资 而医生广恩不失 免费给大家接种天花疫苗 此言一出人们窃窃私语 搞得医生摸不着脑袋 直到她带着一袋编脚料 想融入这帮父女缝制被单 比较有经济实力的奥利福不欢迎她 因为她的姨妈打完疫苗领了盒饭 说她不安好心 想要把小镇的人意过端了 医生说一派胡言 打疫苗致死率极低 她和三个孩子都打了 奥利福说那是你的事 医生左右环顾见没有人吭声 无奈地回了家 没想到一个男人敲响了门 说的第一句话是 养了这么久的孩子们 早已把他们视作几处 可如今亲爸来了 难免担心前功尽弃 而且男人送孩子一人一件礼物 小的两个别提有多开心了 只有懂事的大儿子马修 站在旁边一脸不满 医生很好奇问她怎么突然回来了 男人说刚收到妻子过世的消息 大儿子这才没那么生气 之后她陪着女儿跳舞 教小儿子打棒球 表现得就像一个好爸爸 苏利总感觉这家伙不安好心 甚至二哈也对她呲牙裂嘴 但一时之间搞不懂她想干嘛 直到晚餐的时候 男人突然来一举 要带孩子们去救金山 这把孩子们高兴坏了 冲进去紧紧抱着她 唯有马修将目光扫向一旁的妈妈 只见她流着眼泪心都要碎了 实际上男人在耍阴招 使她对孩子不舍的心更加强烈 这样就可以趁虚而入 主动送她去给病人看病 帮她拿快递 在花园聊天 哪里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一直维持到正式募捐当天 为开办学校凑到了500美元 男人也就原形毕露 邀请医生跳着寒情默默的舞蹈 人们全都退出了舞台 让两人成为了舞会上最闪亮的一对 被医生冷落得苏利满脸不快 更可恶的是 跳完了舞还拨弄她美丽的头发 这是女人最脆弱的地方 差点就忍不住要跟男人一起去救金山了 好在定力还不错 万万没想到男人的目标不是她 也不是为了孩子 讨好他们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 偷了件学校用的500美元 不料被苏利逮个正着 立马掏出喷子威胁她 出来骑上马扬长而去 苏利赶紧追出来 告诉医生那家伙偷走了捐款 骑上马去追 而医生也追了上去 苏利超劲到将男人扑倒在地 男人爬起来立刻抄喷子 苏利一斧子打掉了枪 冲上去来的你死我活 却被男人占据了上风 医生捡起地上的喷子 朝天上开了一枪 迅速对准男人才控制了局面 苏利在她兜里掏出了捐款 人证物证俱在 医生问男人怎能这样对待孩子 她说一切都是为了你 没有钱一家人在救金山怎么生活 医生立马心就软了 竟然放下了枪 对苏利说放了她 悄悄把钱放回教堂 就没人知道这件事 苏利不甘心 但她又补了一句 一切为了孩子 男人也就全身而退 医生回来跟孩子们说 父亲遇到了 及时回了救金山 可孩子们都不信 竟然连个招呼也不打 正在她为难的时候 苏利拿着一封信走来 最近小镇多了很多病人 他们都有相同的症状 腹痛 牙齐出血 轻轻一扯头发就掉了一大把 那么问题出在了哪里 医生逐个询问分析 他们都喝了同一条小溪的水 显然水质有问题 连忙来到河边 用一个铜杯在石头上摩擦 但咽不出来 又用一枚铜壁擦出坟墓 然后浇上水 果真水中含有水银 找村民打听到上游正在开采金矿 立马来找矿主 质问他提炼黄金是否用到水银 矿主说没错 这是提炼的最佳方法 医生说小镇已经有很多人中毒了 叫他停止往小溪排污水 他说光我屁事扭头就走 医生很生气要去工地取证 务必告到他倒闭 没想到他毫无畏惧 如果赶来工地就以侵权者处理 一律有来无回 医生越想越气 为了人们的健康决心去取证 解决这个毒源头 苏丽劝不动 只好跟着他赴汤蹈火 闯进了封闭的山区 沿着河边一路寻找 源头还没找到 就先碰到了美洲狮 吓得马儿丢下主人跑了 所幸美洲狮对两人不感兴趣 而村民得知他们承恶扬善 组织一支队伍去支援 路上却遇到一支臭幼 长毛以为有野餐了 拿个石头砸过去 臭幼翘起尾巴直接一个屁 把众人熏得破口大骂 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身上全是屁位 在河里洗了半个钟 衣服都洗了五六遍 仍然残留着屁位 也许熏晕了头找不到路了 马修认为往右走才对 其他人不信也就兵分两路 这四个吃饱喝足的家伙 不听劝也就迷路了 来来回回都是见到这座石山 而医生离矿场不远了 突然矿主的人经过 一时分心从上面掉了下来 手被摔骨折了 忍着疼痛不敢吭声 苏力帮他包扎好了 劝他回家 他说永不放弃 苏力也不再说什么 拿起梳子一遍又一遍梳着他的头发 两人都知道对方有意思 但就是不敢捅破这层关系 两匹马跑回了家 却没看到人 两个孩子认为母亲遭到不测 抱在一起相拥而弃 然而母亲这边 还真的被矿主盯上了 一把喷子瞄准了他们 但矿主觉得不稳妥 直接上扎药一锅端了 这下完了 矿主赶紧下去捡鱼 没想到两人安然无恙 迅速找个草丛躲过了一截 这一晚下起了大雨 外面冷得要命 医生叫他进来一起睡 整个晚上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即便如此两人还是没有告白 第二天找到了源头 取水化验拿到了证据 但矿主的人也发现了他们 苏丽赶紧让狗狗跑去求救 而村民走了三天三夜 还在原地打转 打算回家的时候 却看到了狗狗 跟着狗狗赶来营救 可是他们压根就不需要 这帮废柴 因为矿主的儿子良心发现 假装中毒肚子痛 医生顺理成章救了他一命 矿主自食其果 明白了排污水带来的后果 也就听从苏丽的意见 建一个池塘来收集废水 还送了两匹马给他们回家 路上遇到这帮蓬头垢面的村民 虽然在大山里迷路了几天 但得知是来帮忙的 医生很感动 解决了毒源头 村民们早已备好了大餐 犒劳几个劳苦功高 吃了一个屁回来的村民 医生也没有揭穿他们 悄悄地给苏丽说声感谢 苏丽也对她说感谢 既然如此大家心照不宣 但他们还要经历多少苦难 才能修成正果 在酒吧工作的小姐姐 突然怀孕了 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医生建议生下来 他当然想啊 问题是孩子的父亲 都不知道是谁 不敢想象在这个女人 见如泥的年代 以后该怎么生存 所以医生请霍拉斯 去见女人一面 希望她因为爱情而盘塌 不料被酒吧老板听到了 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辱骂 质问她哪里来的杂种 霍拉斯无法忍受站出来说 阻碍了长毛赚钱 给她一个熊猫眼算轻的了 再来找米拉狗腿都给她打断 不过霍拉斯毫无畏惧 瞒着长毛又来找米拉 告诉她那天说的话是真心的 希望米拉答应嫁给她 米拉感动到一塌糊涂 半天也说不出一个字 霍拉斯以为她不同意 嘲笑自己想吃天鹅肉 米拉急了赶紧说 万万没想到医生检查过后 才得知米拉没有怀孕 而是卵巢上长了一个肿瘤 需要动手术切除 但是她没有这方面的手术经验 听到这霍拉斯流下了眼泪 出来门口 却碰到长毛来带米拉回去上班 如果要帮她熟身 就拿出五千美元 霍拉斯直接给了她一拳 长毛不服气 两人就在大街上打了起来 霍拉斯不是她的对手 被揍成了猪头 米拉看到这一幕心疼的要死 医生拉上老医生上前阻止 保证尽快动手术治好米拉 这才说服了长毛 但这位男医生已经很久没动刀子了 根本控制不了颤抖的手 就算女医生不停鼓励 她还是不敢下手 只好推到一边 指导女医生来操作手术 不过女医生也不是菜鸟 凭着十几年的临床经验 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手术 两个没羞没臊的人 又可以撒一波狗粮了 刚想骑马上班 一把喷子就对准了她 男人说借点牛奶马上就走 她说牛奶多的事 用不着偷偷摸摸 这是旁边的婴儿发出痛苦的声音 她声称自己是医生 帮孩子退了烧 男人真诚地给她道歉 身无分文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所以医生来商店买了一堆尿布 老头说没结婚就买这些东西 不怕人家说闲话吗 她一笑而过 夜里小家伙怎么也不肯睡 男人说必须谈一曲孩子才会入睡 不料就是这个举动 却害苦了医生 第二天男人留下一封书信 来到镇上的商店 把老头的钱洗劫一空 医生看不书信才知道男人走了 麻烦他为婴儿找一个家 看到这他头就大 首先带婴儿毫无经验 得请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艾美丽 来指点迷津 其次这婴儿是个混血儿 有着一半印第安人的血统 哪有人愿意收养 连牧师都建议送去孤儿园算了 这么残忍的事他怎能干得出来 来找老黑定做一张婴儿车 才知道男人抢劫了商店 夜里没有情声哄婴儿入睡 吵得心烦意乱 不知如何是好 其他孩子也被折磨得苦不堪言 一家人都不得安宁 好在牧师找到了一对夫妇 愿意收养孩子 可爱美丽悄悄告诉他 这对夫妇专门收养孩子 只是为了免费的劳动力 并不是把他们当孩子对待 他于心不忍 所以又泡汤了 牧师托他帮个忙 有位虔诚的村民没来做礼拜 麻烦他过去看一下 他来到村民的住处 看到一地鸡毛还有血迹 屋内躺着奄奄一息的村民 艰难地挤出熊大两个字彻底晕厥 他迅速关紧房门 然后抄家伙抢救村民 一直折腾到半夜也没见人回家 孩子们全都担心坏了 第二天一早赶紧告诉苏丽 母亲彻夜未归恐怕出事了 医生没能救活村民 正在为他建房子 突然身后出现一只熊大 他可不是光头墙 被吓得够呛 以两百码的时速冲向房子 熊大却在身后越追越欢 他迅速关上房门 上了锁 但这货还会撞门 眼看着门锁就要报废了 熊大却改变了战略 围绕着房子到处寻找漏洞 终于找到了另一个门口 女人反应敏捷赶紧关上了门 但熊大绝不会善罢甘休 苏丽没找到医生 却发现了医生的马 还有抛弃孩子的那个男人 得知马不是男人偷的 而是跑过来的 让男人交出赃款 就不用东躲西藏最后被吊死 经过几天的逃亡 男人有所反省把钱如树奉还 却说这么做都是为了孩子 苏丽说你不是 如果关心孩子就不会放弃他 不管他又没听懂 还是先找医生要紧 医生听到了苏丽的呼唤 赶紧打开门 告诉他小心后面的熊大 苏丽被吓个不轻 冲过来跟他会合 这下熊大更来劲了 一招响龙十八掌就把门撕开了一块 眼看着门就要顶不住了 干脆让医生直接打开门 熊大一个冲锋 还没来得及踩刹车 两人趁机逃了出去 反手就把他锁在了里面 有惊无险逃过一劫 返回小镇把钱归还给老头 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接下来还得给婴儿找家人 据无定所的印第安人显得有心无力 孩子跟着他九死一生 没办法只能带回家 今晚又是一个不明夜 没想到苏丽把男人带了回来 说要接走孩子 可医生不再信任他 男人再三悔过 恳求要接走爱人遗留下来最珍贵的礼物 医生这才把孩子送到他手上 男人很感激苏丽 让他明白了陪伴才是给予孩子最大的爱 同时也感谢医生 给孩子取名叫麦克 这男人坏到了极致 恨不得要把眼牛全灭了 那样印第安人没有食物吃 也跟着绝种了 真是够毒的 印第安人想找他理论 他管你个鬼 连连的就上喷子 直接免费送一堆花生米 难道就没人替天行道吗 这不苏丽就来了吗 他代表印第安人来谈判 可男人就一句话 问他到底站在哪一边 他说如果再杀野牛 你就准备破戒 没想到男人毫无畏惧 拦腰给了他一枪头 旁边的男人走过去 揪起他迎面又是一拳 还没解气又抓起来 朝着肚子又是一枪头 三个恶人你一脚 我一脚 像踢足球一样惨不忍睹 然后把奄奄一息的他丢下山 跟吃了花生米的印第安人 一块胃郎 好在被钥匙发现 带回给女医生抢救 医生看到心爱的人如此惨壮 一边检查 一边哗啦啦地流眼泪 一直折腾到半夜 外伤才处理完毕 但里面有枚零件损坏 却毫不知情 精神状态也很不乐观 无能为力的他心里难受得很 不过第三天苏丽醒了 悬着的心裁稍有缓解 立即进行全面内伤检查 结果非常失望 上半身到处痛 下半身却毫无知觉 苏丽也感觉到双腿无法动弹 问她到底怎么回事 得知这些药师去准备药 双管齐下一定能治好的 而医生也躲到一边偷偷地抹眼泪 显然说的都是安慰的话 不用说苏丽也懂 两个小孩子轮流哄她吃饭 她大愁未报却成了废物 又怎么吃得下饭 医生一边帮她按脚 一边开导 这让她的心里更加难受 她不想心爱的女人为她感到难过 这番话让她有所改变 不久药师带来了药粉 涂抹在腿上有助于消肿去伤 医生和大儿子扛着她泡温泉 好让血液充分地流通 这一次她没有反抗 而是积极配合 之后调治好药粉 交给大儿子涂抹在腿上 因为之前碰她的腿她不高兴 所以默默地站在一边 苏丽却将目光扫向她 两人深情碰撞的眼神 包含了千万种意思 就在这时苏丽的脚趾动了一下 苏丽努力去尝试 果真脚趾能动了 意味着迎来了希望 所有人都高兴坏了 尤其是她眼泪都笑了出来 但苏丽眼露凶光 说等好了还有事情要做 医生终于放心出门了 却遇到了打伤苏丽的男人 差点就把爱人给打死了 这一口气又怎么咽得下去 让她洗干净屁股等着牢底坐穿 可没想到男人知道苏丽没死 挖地三尺也要找出来错骨扬灰 为此苏丽感谢医生 把没死的消息告诉了男人 所以不得不离开 就算有伤在身 也要找男人复仇 这一去要么被男人所杀 要么杀了男人自己也得偿命 医生不担心才怪 为了劝他就差我爱你没说了 没有听到那三个子 截然一生的他还是去了 医生劝不动 只能跑来找印第安人帮忙 可是他们有心无力 只要离开保留地 白人的军队立马把他们一锅端了 无奈他只身前往解救 但印第安人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拿出了杀手锏 立即举行隆重的仪式 召唤传说中的牛魔王 而苏丽这边被男人发现了 得来全部费功夫 立马举喷子瞄准他 不料突然出现牛魔王为他护体 等男人反应过来 苏丽打掉了他的枪 两人开始刀光剑影 在被男人揍了一顿之后 苏丽把他压倒在地 直接就是两拳 抽出斧子狠狠地卡了下去 为了医生留着他一条狗命 让他滚出这个地方 可作恶多端的男人 又怎么会乖乖听话 捡起喷子想要放冷枪 没想到身后突然钻出一只牛魔王 直接送他上西天 等医生赶到 苏丽再也坚持不住 从马上摔了下来 医生冲过来第一句话就是问他 这女人三个孩子了 却还是黄花大闺女 远在万里的母亲急了 寄来准备了十几年的嫁妆 里面全是中国的名贵瓷器 可惜除了一个杯子完好无损外 其他的全部碎了 这预言着要当一辈子老姑婆 想到这跑到外面黯然神伤 孩子们搞不懂拿起信一看 才知道几天后就是母亲的35岁生日 小儿子追出来问怎么哭了 他说很孤独很无助 儿子说不是有我们吗 怎么会感到孤独呢 说完立马钻进妈妈的怀抱 为了母亲的幸福 孩子们千针引线 第一个目标当然是苏丽 直接就是开门见山 此言一出苏丽当场死鸡 考虑了一会才说 太随便了需要时间 小孩马上接话 搞得苏丽和老黑一脸懵圈 身后的姐姐赶紧解释 马上就是母亲35岁生日 打算举办一个惊喜派对 苏丽闪烁七次逃避请求 小孩继续补刀 最合适的人选泡汤了 小孩搞不懂问老黑怎么回事 老黑说苏丽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 就很难再回到正轨上 看来苏丽是没戏了 孩子们只能另想办法 而诊所来了一位病人 医生无力回天 他非常气愤来到理发店 让杰克马上对剃刀进行消毒 他直接一吹 往围裙上一刮 消毒完毕 医生说这把肮脏的剃刀 导致一位村民得了败血病 你就是杀人凶手 其他人一听这么严重 头发也不剪了赶紧逃命 杰克也认为是自己害死了村民 心里难受得很 跑来酒吧喝到烂醉 不管大家怎么劝 他就是要把自己喝死 而孩子们来到商店买一本恋爱秘籍 渴望能为母亲找到如意郎君 格雷斯和艾美丽得知医生生日 帮忙筹备隆重的生日派对 但小孩又要搞事情了 女儿也在秘籍上找到了合适人选 那就是受人尊敬的牧师 所以大儿子请牧师追求母亲 牧师竟然答应了 邀请医生去郊外散步 医生拒绝说要陪孩子去野餐 没想到苏丽接过篮子说 愿意代劳你就放心去吧 他只好顺了苏丽的意 本来一切都算平稳发展 但这牧师真是个猪头 都没有确认关系 就说三个月后结婚 九个月生子 完全把他当成没人要的活 他气得不行 而苏丽围绕着一件婚纱 看了又看 连钱都准备好了 却始终不敢下手 出来碰到了医生 首先问和牧师散步感觉怎么样 他立马说非常好 这时米拉跑来说杰克出事了 苏丽赶紧敲碎玻璃 打开了理发店的门 医生检查发现杰克酒精中毒 立即送往诊所抢救 杰克醒来满嘴胡言乱语 以为老头是他害死的那位村民 两个人使劲按住 才让他冷静下来 没曾想他却对医生说这三个字 医生立马扫向旁边的家伙 多么渴望这句话是他说的 大儿子再次劝苏丽参加派对 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 苏丽仍然犹豫不决 没想到长毛也对医生下手了 以关心杰克为由 邀请医生出去喝咖啡 格雷斯就那了闷了 这颗好白菜看来要被猪拱了 女儿也难以置信 翻遍了恋爱秘籍也找不出答案 长毛身为酒吧老板 什么女人没见过 上来就说去过医生故乡的城市 医生对他的好感直接提升一个层次 接着再夸他美得跟朵花似的 医生的心马上就乱了 然后再夸他难得一见的鲜鲜玉手 接着伸出魔爪 轻松拿捏 不过医生临阵脱逃 迅速回归正题 让长毛不准卖酒给杰克 涉及到利益长毛脾气就上来了 说他不卖给杰克还有其他人卖给他 医生看清了长毛不是真的关心杰克 扭头就走 苏力跟钥匙赛马 无意间被上了一刻 逃避爱没有任何意义 爱强大而有力 终有一天会渗透你的内心 而错过才是人生最大的遗憾 听完苏力若有所思 晚上孩子们为母亲庆祝生日 被蒙在鼓里的她很感动 问孩子们是怎么知道她的生日 女儿说不告诉你 她许完愿 吹灭蜡烛 迫不及待拆开礼物 里面的瓷器破镜重圆 是孩子们用胶水一块一块沾上的 听到这眼泪再也绷不住 现在的她再也不会孤独 而且永远不会 这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霍拉斯说有紧急情况 赶紧到诊所一趟 她以为是有人要抢救 没想到小镇所有人 围上来对她说生日快乐 她简直难以置信 刚来的时候连狗都看不起她 如今连杰克也提杯为她庆祝 甚至牧师为她举行正式欢迎仪式 并赐予诊所一块真正的招牌 这些难熬的苦日子 在今天总算没有白负 接二连三的惊喜 搞得我老泪纵行 在一个马厩里 有一对小情侣试图突破防线 突然母亲回来了 却听到了传说中的打闹声 赶紧打开门阻止 两人惊慌失措地说啥也没干 可母亲不相信 要好好的教育儿子 然而女孩突然哮喘发作 几乎马上要断起 好在母亲是医生 用一些药物暂时保住了性命 送走了女孩 接下来要给儿子上一课 儿子还是那句话啥也没发生 不相信他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为此医生苦恼得很 麻烦苏力帮忙开导儿子 一句话点名了要害 医生还是不放心 儿子去哪都要打报告 怕他又去找女朋友 马修说剪头发而已 像小孩一样被管教 心里越想越气 跟理发师一顿吐槽 理发师和老头坏得很 带他来酒吧 一边给他喝快乐水 一边取笑他是个青头仔 妻女米拉帮他解围 带他回房间从窗户钻出去 万万没想到 刚好被母亲和女朋友撞见 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女朋友被气跑了 根本不在乎母亲说什么 先跟女朋友解释要紧 母亲被气得暴跳如雷 苏力拦着说让马修去吧 毕竟她已经长大了 她说还轮不到你来管我 马修解释了半天 女朋友才相信她 看着两人重归于好 医生很是无奈 野餐的时候问儿子有什么打算 马修说结婚 做个平平淡淡的农民 她一万个不支持 女方是父母双亡 还有八个弟弟妹妹要照顾 没有钱结什么婚 应该去上大学拓展事业 说不定会遇到一个更好的女孩 可马修铁了心要结婚 她也来气了 不管一切也要阻止 两人吵得面红耳赤 她跑来跟牧师说 如果马修请她主持婚礼 请一定要拒绝 牧师说做不到 这取决于两个人是否是真爱 但是没有你的祝福 往后他们一定不会幸福 她还是不希望儿子 背上沉重的负担 可儿子说 这句话伤到了马修 请教苏丽怎样 才算一个合格的男人 苏丽带她来找印第安人 在荒郊野外的食圈内 三天四夜不吃不喝 如果平安无事就通过了考验 过程当然是痛苦的 下雨 打雷 又冷又饿 还要警惕周围的野兽 就在她撑不住的时候 想到了家人 想到了母亲 想到了女朋友 她明白了要为这些最重要的人而活 她不再跟母亲反驳 先跟女朋友订婚 两人都已找好了工作 等挣到了钱再盖一个房子 默默倾听的母亲再不退让一步 就真的说不过去了 拿出了珍藏十几年 战死沙场的未婚夫送的订婚戒指 延续一段未了的婚姻 光天化日之下 这对不要脸的情侣嗅着恩爱 搞得小姑娘也想体验一把该死的爱情 可能老天听到了她的请求 天气突然就凉了 最关心她的大叔 给她披上了一件外套 这满满的爱意她根本把持不住 学着那对情侣回应着大叔的爱 把外套的另一头分享给大叔 还把头靠了过去 在回去的路上 一直紧紧地抱着苏丽 沉浸在自恋中无法自拔 甚至分开了仍然回味无穷 但问题是苏丽可是养母的菜 所以 再三确认这不是横刀夺爱 她给苏丽写了一封信 麻烦长得有点帅的男孩转交给苏丽 却不知男孩喜欢她 这封信也就没送出去 她来到荒郊野外一处破旧的老房子 美滋滋地等着苏丽来赴约 怎么也没想到 这鬼天气就跟女人的脾气一样 说变就变 动成狗也就算了 还刮风打雷 劈中一棵大树倒在房子的路 这下好了出不去了 她懒得挣扎睡一觉再说 苏丽和养母很担心 找了一夜也不见人 早上寒冷退去 冰雪也已经融化 女孩醒来发现手指被冻成了热冻 根本无法动弹 急得她大哭求救 好在被敏锐的二哈发现 终于等来了苏丽 抱回诊所 养母用温水抢救双手 可是实在是疼 需要精神支柱 忍不住说 养母觉得不对劲 用质问的目光扫向苏丽 医生这才打消疑虑 继续帮女儿处理受伤的手 处理完拿份报纸 读个爱情故事给她听 读着读着又发现不对劲 故事的女主也躲在山洞 等着爱人来赴约 她明白了女儿恋爱了 但那家伙会是谁呢 这时那个男孩拿着信 说要退回给女儿 一不小心这封信掉在了地上 刚好打开了 她捡起来一看 上面写着 原来如此 赶紧来到房间 把苏丽叫了出来 差一点就真情告白了 关键时刻又杀住了车 请苏丽不要抹杀女儿的希望 一切等到守好了再说 不久男孩来看她 又是送花 又是嘘寒问问 知道她喜欢学医 特意带来一台显微镜 找不到昆虫观察 用小刀在手上 划出一道口子 将鲜血抹在玻璃上 她当然明白男孩的意思 可惜自己已经名花有主 几天后她的手好了 迫不及待要找苏丽 母亲说苏丽之所以关心你 是出自亲人之间的爱 并不是男女之间的爱 她无法接受说母亲妒忌了 苏丽追出来解释了半天 才说服她接受现实 初恋来得快去的也快 第二天就跟男孩做到一块 聊理想 聊未来 聊人生 一个要当科学家 一个要当女医生 这狼台女貌将来必定不同凡响 男孩站在树上想学老鹰起飞 大人发现想要劝她下来 但已经来不及了 身为医生的母亲通过一系列测试 见孩子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也就松了一口气 不料第二天 男孩就出现视力模糊 用不了多久眼前一片漆黑 接着什么也看不到了 母亲这才意识到问题很严重 应该是脑出血压迫到 是神经造成的失明 而自己的专长不是脑科 只能发电报到城里请专家 很快收到了回复 专家最快也要一周才能赶到 可是孩子已经处于晕迷状态 不能再等了 拿出几本脑科的书专心研究 然后找几个村民帮忙 要亲手为儿子做手术 牧师帮忙麻醉 千万不能让孩子动 否则随时会没命 理发师帮忙剃掉孩子的头发 他摆好各式各样的手术用具 逐一地教临时护士认识 等下他随时要用到 交代完又翻了翻医书 所有工作确认无误之后 满头大汗地说 带着一帮新手 第一次做脑科手术 病患还是自己的儿子 可想而知 他面临的压力和责任到底有多大 因为男孩说过想看到新学校 所以全体村民都参与进来 抓紧时间建学校 只为满足男孩小小的心愿 手术进行到最重要的环节 牧师闭上双眼为男孩祈祷 笔发师也是屏住呼吸 好在手术非常顺利 但又迎来了新的难题 学校都已经建好了 孩子仍然晕迷不醒 无能为力的妈一口饭也吃不下 眼泪也都快枯干了 照这样下去孩子还没挂 母亲倒先挂了 女人劝了好久 她才勉强吃了一口 第二天奇迹竟然出现了 一觉醒来发现孩子不在床上 却在桥头找到了她 祝福毛 schoolhouse 是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